菩提达摩大师略辩大臣入道四行观 弟子谈灵续 法师者西域南天竺国人士婆罗门国王第三只子野神会书朗文揭晓物质存摩喝眼道固舍宿随资绍龙胜种民心虚计通见世事内外 据名德超市表碑毁编于正教灵替岁能远射山海游化捍卫王兴之事 莫不归幸存见之流乃生激放于时为有道遇会可此二沙门年虽厚生俊至高远性逢法师事之术 在前功过滋起善蒙师一法师感其精尘会以真道令如是安心如是发行事顺悟如是方便此事大臣安心之法令无措谬 如是安心者闭关如是发行者四行如是顺悟者防护基贤如是方便者浅其不着此略续所由云耳 呼入道多涂药而言之不出二种一是礼入二是行入礼入者未及教物宗生性寒生同一真性但未刻成妄想所赴 不能显了弱也舍妄归真凝住闭关无字无他凡甚等意兼住不宜更不随文教此即与礼民符无有分别既然无畏明知礼入行入位四行其余住 诸行息入此中何等四耶一报冤行二随缘行三摩所求行四称法行云合 报冤行未修道行人若受苦时当自念言我往昔无数节中气本从莫流浪诸有多起冤增为害无限经虽无犯是我素殃恶业果熟非天非人所能见与甘心甘寿都无冤素经 云逢逢苦不忧何以故时达故此心生时与礼相应体冤禁道故说言报冤行 二随缘行者众随缘行者众生无我并愿业所转苦乐其受皆从原生若得圣报荣誉等事是我过去素因所感金方得之缘尽还无何喜之有得失从原心无增减喜风不动明顺于道事故说言随缘行 三魔所求行者是人长迷处处贪注明之为求智者物真理将俗反安心无畏行随运转万有司空魔所愿乐功得黑暗长相随逐三界久居犹如火宅有生皆苦谁得而安乐达此处故舍诸有指向无求经约有求皆苦无求极乐 判之无畏道横顾严磨所求行 四称法行者信尽之礼目之为法此理众相思空无染无者无此无比经约法无众生离众行构固法无有我离我构固智者若能信解此理应当称法而行法体无千生命才行谈舍诗心无令习脱解三空不已不着 但未去够称化众生而不取相此为自行负能力他亦能庄严菩提之道谈诗济尔于武亦然未除妄想修行六度而魔所行事未称法行 达摩大师四行观中 傅达摩大师悲诵 梁武帝消眼 人家山顶座宝日中有惊人披履鹤行同大地体如空心如流离色如雪 匪摩匪银横静明披云卷雾星且撤分驼立花用延伸随缘处物长次月 不有不无非去来多闻便才无法说实灾空灾离生有大之小之众猿诀 刹那儿发妙诀心月灵慧海其先者理智法水永长流何其赞永还赞可 离龙珠内落心灯白豪会认当风缺生徒呼鸟会眼必缠合住流法良辙 无去无来无是非彼此斗体心碎裂住乌去乌皆归济内何曾存哽咽 用之指手以传灯生死去来如殿彻有能至诚心不宜结火燃灯丝不灭 一针之法尽可有畏物迷途之世节 小事六门 第一门星经诵 摩喝般若波罗蜜多星经 智慧清净海 礼蜜亦幽深 波罗道彼岸 相道之游心 多闻千种意 不离现阴针 金花蜜亦道 万劫众贤清 观自在菩萨 菩萨超圣智 六处西皆同 星空观自在 无何大神通 禅门入阵寿 三昧任西东 十方有利便 不见佛行踪 行身般若波罗蜜多时 六年求大道 行身不离身 智慧心解脱 达彼岸头人 圣道空记记 如是我经文 佛行平等意 十道字超群 照见五蜜云皆空 贪爱成五蜜 甲合的味深 血肉连筋骨 瓶里一堆尘 迷途生乐者 智者不畏轻 四相皆归尽 忽胜乃味真 度一切苦恶 忘戏身为苦 忍我心自弥 涅槃清静道 谁啃着心一 阴界六成起 恶难夜相随 若要心无苦 闻早物菩提 舍粒子 达到游心本 心尽力还多 如莲花出水 顿绝道缘和 常居寄灭相 智慧重难过 独超三界外 更不练缩婆 色不易空空不易色 色与空一种 味道见两斑 二圣身份别 直向自心慢 空外无别色 非色亦能宽 无身清静性 物者即涅槃 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 非空空不有 非色色无形 色空同归一 净土的安宁 非空空为妙 非色色分明 色空皆非相 甚处力身形 受想行时 亦负如是 受想那诸圆 行时量能宽 便寄心虚灭 我并不相逾 解脱心无碍 破植物心缘 顾云亦如是 性相亦斑斑 设立子 说设论身相 利言亦种心 菩萨精刚力 四相物令清 达到离人职 见性法无音 诸漏皆总境 遍体是真经 是诸法空相 诸佛说空法 身闻有相求 寻经密道理 何日学新修 原成真实相 顿剑霸新修 迥然超法界 自在更贺忧 不生不灭 如舍清净体 无相本来真 如空皆总变 万劫体长存 不共皆不着 无就亦无心 何光尘不染 三界独畏尊 不够不尽 真如月三界 够尽本来无 能忍其方便 说戏极言粗 空界无有法 视线亦轮沽 本来无一物 岂何两般乎 不增不减 如来体无相 满足十方空 空上难立有 有内不见空 看似水中月 文如耳畔风 法身何增减 三界号真容 事故空中 菩提不在外 中文密也难 飞香飞飞飞响 量测师机关 世界飞世界 三光照四天 本来无障合 甚处有遮拦 无色无寿想行时 无色本来空 无寿意还同 行时无中有 有尽却归空 只有时不有 一空又落空 色空心距离 方使的神通 无眼耳鼻舌身意 六根无自信 随相语安排 色分圆身响 人我舌挥斜 鼻或分相丑 身意欲情乖 六处贪爱断 万劫不轮回 无色身香味处法 正智无身色 香味处他谁 六成从望起 凡心自获疑 生死修生死 菩提阵此时 法性空无助 智恐悟他持 无眼界乃智无异世界 六十从望起 依他性自开 眼耳间生意 谁肯自量才 蛇鼻形颠倒 心王却浅回 六十中不久 顿悟相如来 无无名义 无无名净 乃智无老死 亦无老死净 十二因缘有 身下老乡随 有身无名智 二乡等头其 身净无名净 受报却来齐 至身如幻化 及及物无畏 无苦及灭道 四地心三界 顿教义分明 苦断及已灭 圣道自然成 身闻修妄想 圆觉义安宁 欲知成佛处 心上莫流停 无智义无的 法本非无有 智慧难测量 欢喜心里够 发光满十方 难胜于前线 远行大道场 不动抄彼岸 善会法中王 以无所得故 祭灭体无德 真空觉首攀 本来无相貌 全切力三谈 四智开法御 六度号兜观 十第三成法 众圣侧他难 菩提萨躲 佛道真难食 萨躲是凡夫 众生要见性 尽佛莫心姑 世间善之事 言论法细粗 顿悟心平等 中间有相除 一般若波罗密多故 般若言智慧 波罗摩索一 星空性广大 内外境无畏 内外境无畏 性空无碍变 三界达人兮 大见明大法 皆赞不思义 心无挂碍 解脱心无和 异若太虚空 四维无一物 上下西皆同 来往心自在 人法不相逢 仿道不见物 任运出繁笼 无挂碍 故无有恐怖 生死心恐怖 无畏性自安 静望心溢灭 性海战燃宽 三生归净土 八十离因缘 六通随十相 副本阙还原 远离一切颠倒梦想 二边纯莫利 中道物心修 见性生死尽 菩提摩所求 身外密真佛 颠倒一身修 静坐身安乐 无畏果自周 就静涅槃 就静无生性 清静是涅槃 凡夫莫测甚 味道极硬难 有学却无学 佛智转身玄 要会无心理 莫着习心缘 三世诸佛 过去非严实 未来不畏真 现在菩提子 无法好玄门 三生同归一 一性便寒生 达理非三世 一法的无因 一般若波罗密多 顾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佛智身难测 慧解广无边 无上心正变 磁光满大千 寂灭心中巧 见力万余般 菩萨多方便 普就为人天 故知般若波罗密多 是大神咒 是大明咒 般若为神咒 能处五蕴仪 烦恼皆断静 清静自分离 四智波无尽 八时有神威 心灯明法界 即此是菩提 是无上咒 无上称最甚 拔济未群迷 磨合三界主 愿广起慈悲 能顺众生意 随流影化迷 人人起彼岸 有我不由依 事无等等咒 佛道成千圣 法力更无过 真空灭诸有 视线化身多 来为众生苦 去为世间磨 结石皆归净 唯我再缩婆 能够 能处一切苦真实不虚 佛愿此心广 世事度众生 弘法谈真理 谱劝即修行 回心见诗相 苦境见无声 永乱 永习三恶道 坦荡乐 礼礼 顾说斑若波罗蜜多咒 顾说真如礼 为物速心回 六贼十恶灭 磨山河底催 神咒除三毒 星花五夜开 果首根盘结 步步见如来 即说咒约 结地结地波罗 结地波罗森 结地菩提萨婆喝 结地本宗刚 伏基建法状 如来最尊圣 凡心莫等量 无边无中计 无短意无常 班若波罗蜜 万代古经常 磨喝班若波罗蜜多心经 第二门破相论 问曰 若富有人 智求佛道 当修合法 最为审要 答曰 为观心意法 总设诸法 最为审要 问曰 何意法能设诸法 答 心者万法之根本 一切诸法为心所生 若能了心 则万法俱备 犹如大数 所有之条 及诸花果 皆悉一根而始生 及法树去根而必死 若了心修道 则胜利而易成 不了心而修道 则废功而无益 故知一切善恶皆由自心 心外别求 中魔是处 问 云和观心称之为了 达 菩萨摩赫萨 行身般若波罗密多时 了四大五因本空无我 了见自心起用有二种差别 云和为二 云者静心 二者染心 此二种心法界自然 本来具有 虽离甲缘 何互相呆 静心恒乐善因 染体肠丝恶业 若不受所染 则称之为圣 遂能远离诸苦 正涅盘乐 若随染心造业 受其缠附 则明之为凡 审伦三界 受种种苦 何已故 有彼染心障真如体故 诗的经云 众生生中 有金刚佛性 犹如日轮体明远满广大无边 只为五因众云附 如瓶内灯光不能显现 诱涅盘金云 一切众生稀有佛性 无名复故 不得解脱 佛性者极觉性也 但自觉觉它 觉至明了 则明解脱 故知一切诸善已觉未根 因其绝根 虽能显现诸功德数 虽能显现诸功德数 涅盘之果 因此而成 如是观心 可明为了 问 上说 上说真如佛性一切功德 因绝未根 未审无名之心 以何未根 达 无名之心 虽有八万四千烦恼情欲及横河杀众恶 皆因三读 以为根本 其三读者 及贪嗔痴事也 此三读心 自能聚足一切诸恶 犹如大树 根虽是一 所生之夜其数无边 必三读根 一一根中 生诸恶也 百千万亿 被过于前 不可未遇 如是三读心 于本体中 印线六根 一名六贼 及六识也 由此六识出入诸根 贪折万尽 能成恶也 仗真如体 顾名六贼 众生由此三读六贼 祸乱身心 沉默生死 轮回六去 受诸苦恼 犹如江河 应少全员 捐留不绝 乃能弥漫 波涛万里 若父友人断起本源 极重流皆袭 求解脱者 能转三读为三具境界 转六贼为六波罗密 自然涌离一切苦海 问 六去三界广大无边 若为观星 何有免无穷之苦 答 三界夜报为星所生 本若无星 于三界中 集出三界 其三界者 集三读也 贪为玉界 称为色界 痴为无色界 顾名三界 由此三读 造业轻重 受报不同 分归六处 顾名六去 问 云和轻重分之为六 答 众生不了正音 迷心修善 未免三界 生三清去 云和三清去 所谓迷修时善 望求快乐 未免贪戒 生于天去 迷持五界 望其爱增 未免称戒 生于人去 迷之有味 信邪求福 未免痴戒 生阿修罗去 如是三类 明三清去 云和三重去 所谓众三独心 为造恶业 堕三重去 若贪业重者 堕恶鬼去 称业重者 堕地狱去 吃业重者 堕畜生去 如是三重 通钱三清 碎尘六去 顾知一切苦业 由自新生 但能设心 离诸邪恶 三界六去 轮回之苦 自然消灭 即得解脱 问 如佛所说 我于三大阿僧 止结 无量情苦 方程佛道 云和经说 为止观心 而至三独 及明解脱 答 佛所说言 无须忘也 阿僧止结者 及三独心也 胡言阿僧止 汉名不可恕 此三独心 于中有恒煞恶念 于依依念中 结位一结 如是恒煞不可恕也 顾言三大阿僧止 真如之信 既被三独之所覆盖 若不超比三大恒煞独恶之心 云和名为解脱 经若能转贪嗔痴等三独心 为三解脱 是则名为得度三大阿僧止结 默示众生 愚痴顿根 不解如来三大阿僧止秘密之说 遂言成佛成结 思起不移物行人退菩提道 问 菩萨摩赫萨 由持三具境界 行六波罗密 方成佛道 经令学者为止观心 不修戒行 云和成佛 答 三具境界者 即至三独心也 至三独心成无量善聚 聚者会也 无量善法普惠于心 顾名三具境界 六波罗密者 即近六根也 狐明波罗密 汉明达彼案 以六根清静不染六尘 即逝度烦恼和 至菩提案 顾云六波罗密 问 如今所说 三具境界者 是断一切恶 是修一切善 是度一切众生 经者为言至三独心 岂不文艺 岂不文艺有乖 答 佛所说 今世真实语 菩萨 顾常修 顾常修会 对于吃独 由此如世界定会 等三种境法 故 能超比三独 成佛道也 诸恶消灭 明知为断 诸善俱足 明知为修 以能断恶修善 则万行成就 自他俱力 普济群生 明知为度 顾知所修 戒行不离于心 若自心清净 则一切佛土皆兮清净 顾经云 心垢则众生垢 心净则众生净 欲得净土 当净其心 随其心净则佛土净 三句境界自然成就 问 如今所说 六波罗密者 一名六度 所谓不诗词戒人 如今尽禅定智慧 经言六根清净 明波罗密者 何谓通会 又六度者 其意如何 答 欲修六度 当静六根降六贼 能舍眼贼 离诸色静 名为不失 能静耳贼 与彼深沉 不令放逸 名为持戒 能伏鼻贼 等诸相丑 自在调柔 自在调柔 名为忍辱 能置舍贼 不贪诸味 赞永讲说 名为精进 能降生贼 能降生贼 于诸处欲 湛然不动 名为禅定 能吊义贼 不顺无名 常修 常修爵 常修爵会 名为智慧 六度者运也 六波罗密若传伐 能运众生 达于彼岸 顾名六度 问 经云 释迦如来 为菩萨时 曾引三斗六身乳迷 方成佛道 先因引如 后震佛果 岂为观心得解脱乎 达成之所言 无虚妄也 必因时辱 然是成佛 言时辱者有二种 佛所识者 不是世间不尽之辱 乃是真如清净法辱也 三斗者 及三具境界 六身者 及六波罗密 成佛道时 由时辱是清净法辱 方正佛果 若言如来时 于世间和和不尽之牛 山心辱者 岂不傍物之甚乎 真辱者 自是金刚不坏 无漏法身 永离世间一切诸苦 岂须虚如是不尽之辱 以冲击渴 如今所说 其牛不在高原 不在下施 不使骨脉康夫 不与特牛同群 其牛身坐紫磨金色 言此牛者 疲鲁舍那佛也 以大慈悲 怜悯一切 顾于清净法体中 出如是三具境界六波罗密 为妙法如 欲一切求解脱者 如是真净之牛 清净之乳 非但如来引之尘道 一切众生若能引者 接得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问 经中所说 佛令众生修造迦兰 注写形象 烧香散花 燃长明灯 昼夜六时 绕塔行道 持斋礼拜 种种功德 皆臣佛道 若为观心 总设诸行 说如是是 应虚妄也 答 佛所说经 有无量方便 以一切众生顿根侠烈 不误甚深之意 所以假有畏欲无畏 若父不修内行 为止外求 希望获福 无有是处 严加拦着 西国语 此土藩未清净的也 若涌出三毒 长径六根 身心湛燃 内外清净 世民修造 迦兰 注写形象者 即是一切众生求佛道也 所谓修诸觉行 仿向如来真荣妙相 启示住血经同之所作乎 是故求解脱者 以身为炉 以法为火 以智慧为巧匠 以三具境界六波罗蜜 以为魔魁 容炼身中真如佛性 辨入一切戒律魔中 如交奉行 亦无漏缺 自然成就真荣之相 所谓 所谓就静常住为妙色身 不是有畏败坏之法 若人求道 不解如是住血真荣 平和者言功德 又烧香者 亦非世间有相之相 乃是无畏正法之相也 熏诸臭惠无名恶也 悉令消灭 正法相者 其有五种 义者戒相 所谓能断诸恶 能修诸善 二者定相 所谓身性大臣 心无退转 三者会相 所谓常于身心 内自观察 四者解脱相 所谓能断一切无名劫负 五者解脱之见相 所谓观照常明 通达无碍 如是五种相 名为最上之相 世间无比 佛在世日 令诸弟子 以智慧火 烧如是无价宝箱 供养十方诸佛 今时众生不解如来真实之意 唯将外火 烧于世间审谈 熏路直爱之相 希望福报 云何可得乎 又散花着 意义如是 所谓演说正法 诸功得花 饶意有情 散瞻一切 于真如性 朴师庄严 此功得花 佛所称赞 就尽常住 无雕落旗 若富有人 散如是花 或福无量 若言如来令众生 简洁增采 伤顺草木 以为散花 无有是处 所以者何 持境界者 于诸天地森罗万象 不令触犯 若误犯者犹惑大罪 旷富经者故悔境界 伤顺万物 求于福报 寓意反顺 岂有是乎 长明灯者 即正觉心也 觉知明了 欲知为灯 事故一切求解脱者 身为灯台 心为灯柱 增珠界行 以为天由 智慧明达 欲如灯火常燃 如是真正觉灯 而照一切无明痴暗 能以此法轮 四地相开示 即是一灯燃百千灯 灯灯无尽 顾好常明 过去有佛 明曰燃灯 意义如是 于痴众生 不会如来方便之说 专行虚望 执着有味 虽然世间苏油之灯 以照空事 乃称依教 岂不谬呼 所以这何 佛放眉间一毫相光 能照万八千世界 岂假如是苏油之灯 以为利益 审查私礼 应不然乎 又六时行道者 所谓六根之中 于一切时 常行佛道 修诸觉行 调福六根 常识不舍 明为六时行道 绕塔行道者 塔者是深也 当修觉行 寻绕身心 念念不停 明为绕塔 过去诸圣皆行此道 志念磐石 今时世人不会此理 层部内行 为职外求 将职爱身 绕世间塔 日夜走咒 徒字疲劳 而于真性 亦无利益 又持斋 者 当须会议 不达私礼 徒而须功 摘者其也 所谓其正身心 不令散乱 持者护也 所谓于诸界行 如法护持 必须外境六情 内智三读 因情觉察 清静身心 乐如是意 名为持斋 时有五种 异者法喜时 所谓依持正法 欢喜奉行 二者禅乐时 所谓内外沉寂 身心悦乐 三者念时 所谓常念诸佛 心口相应 四者愿时 所谓行住坐卧 常求善愿 五者解脱时 所谓心肠清净 不染俗成 此五种时名为持斋 若父有人 若父有人 不时如是五种进食 自言持斋 无有是处 为断于无名之时 则作解者 名为破斋 若亦有破 云和祸福 事有迷人 不无私理 身心放逸皆为诸恶 贪欲自情 不生惭愧 为断外食 自为持斋 必谋是处 又礼拜者 当如法也 必须理体内明 事随全辩 会如是意 乃明依法 夫理者敬也 败者福也 所谓恭敬真性 屈服无名 名为礼拜 若能恶情永灭 善念横存 虽不理相 名为礼拜 其相及法相也 世尊欲令世俗表迁下心 亦为礼拜 顾需屈服外身 室内恭敬 绝外明内 性相相应 若负不行礼法 为职外求 内则放纵贪吃 常为恶业 外籍空劳身相 乍现威夷 无残于甚 突狂于凡 不免轮回 启程功德 问 如今说言 至心念佛 必得往生西方净土 以此一门 即应成佛 何甲观心 求于解脱 答 敷念佛者 当须正念 乐意未证 不了意未邪 正念必得往生 谐念云和道比哉 佛者觉也 所谓觉察身心 悟令起恶也 念者意也 所谓意持戒行 不忘经浸 乐如是意 明知为念 故知念在于心 非在于言 应全求于 得于望全 应言求意 得意望言 既称念佛之名 须知念佛之道 若心无实 口诵空明 三读内真 仍我田义 将无明心 向外求佛 徒尔虚宫 且如诵之余念 一礼玄书 在口约诵 在心约念 故知念从心起 名为觉行之门 诵在口中 即是应生之相 之外求礼 中魔是处 顾知过去诸圣所 修念佛 皆非外说 只推内心 心及众善之源 心为万德之主 涅槃常乐 由真心生 三界轮回 亦从心起 心是出世之门户 心是解脱之观经 之门户者 岂律难入 时观经者 何忧不通 问 如温世经说 喜遇众僧 或福无量 此则凭于是法 功德始成 若未观心可相应乎 答 喜遇众僧者 非世间有畏是也 是尊常畏诸弟子 说温世经 欲令受持喜遇之法 其温世者 即生是也 所以然智慧火 温敬戒汤 沐浴身中真如佛性 受持欺法 以字庄严 当日比秋聪明上至 皆悟圣意 如说修行 如说修行 功德成就 聚灯圣果 今时众生莫测其事 将是尖水 喜直爱身 自卫依经 岂非物也 且真如佛性 非是凡行 烦恼成狗 本来无相 其可将之爱 水喜无畏生 事不相应 云和物道 若欲深得尽者 当观此身 本应贪欲不尽所生 臭惠 便田 内外充满 若喜此身求于尽者 犹如喜欠 欠尽方尽 以此厌知 明知喜外非 佛说也 事故假事事 比喻真宗 隐说七事 供养功德 其事有七 云和为七 一者净水 二者燃火 三者枣豆 四者阳枝 五者净灰 六者苏高 七者内衣 举此七事 欲于七法 一切众生 由此七法 沐浴庄严 能除毒心 无名构会 其七法者 亦者境界 喜荡千非 犹如 净水 灼珠尘垢 二者智慧 观察内外 犹如燃火 能温净水 三者分别 减气诸恶 犹如枣豆 能尽够腻 四者真实 断珠妄想 犹如羊枝 能消口气 五者正性 决定无疑 犹如静灰 魔声帐风 六者柔和 忍辱干寿 犹如苏膏 通润皮肤 七者惭愧 毁珠恶业 犹如内衣 遮丑形体 如上七法事经 中秘密之意 皆是为诸 大臣立根者说 非为少 至下列凡夫 所以 今人无能解悟 切剑 今时 浅时 为之 是相 为公 广废财 宝 多 商 水 鹿 妄 淫 像 塔 虚异人夫 积木 蝶泥 图清 化缘 清新 尽力 顺迹 弥他 未解 惭愧 何曾 觉悟 见 有 未 则 情 情 爱 者 说 无 未 则 悟 物 如 迷 且 贪 现 事 之 小 词 起 绝当来之大苦 此之修学 徒自疲劳 被证归邪 谁言获福 但能设心内照 绝观外明 绝三独勇始消亡 避六贼不令轻扰 自然横煞功德 种种庄严 无数法门 一一成就 超凡震盛 目击飞摇 物在虚余 何凡好守 真门幽密 您可惧臣 略数观心 说其少分 而说 济言 我本求心心自持求心不得呆心之 佛性不从心外的心身便是最深实 我本求心不求佛了之三界空无物 若欲求佛但求心指这心心心是佛 破相论中 第三门二种入 孵入道多图 要而言之 不出二种 一是礼入 二是行入 礼入者 为己教物宗 生性寒生同一真性 具为课程妄想所付 不能显了 若也舍妄归真 宁住闭关 无字无他 凡圣等一 兼住不移 更不随于文教 死机与李明福 无有分别 既然无味 明知礼入 行入者 为四行 其余诸行息入此中 何等四耶 一报冤行 二随缘行 三魔所求行 四称法行 云和报冤行 为修道行 人若受苦时 当自念言 我从往昔无教节中 弃本从莫流浪诸有 多起冤增 多起冤增 为害无限 精虽无犯 世皆素殃 恶业果熟 非天非人所能见语 甘心忍受 都无冤素 精云 逢苦不忧 何以故 诗达故 此心生识 与李相应 体渊尽道故 说言报冤行 二随缘行者 众生无我 并愿夜所转 苦乐其寿 皆从原生 若得圣报荣誉等事 是我过去素因所感 经方得知 缘境还无 何喜之有 得失从缘 心无增减 喜风不动 名顺于道 事故说言随缘行也 三魔所求行者 世人常迷 处处贪者 明知为求 智者物贞 礼将俗返 安心无畏 行随运转 万有司空 魔所愿乐 功得黑暗 长相随竹 三界九居 犹如火宅 有身皆苦 谁得而安 乐达此处 顾舍诸有 习想无求 金云 有求皆苦 无求乃乐 盼知无求真未道痕 顾炎魔所求行也 顾炎魔所求行也 似称法行者 性静之礼目之为法 性解此礼 众相思空 无染无者 无此无彼 金云 法无众生 离众生够故 法无有我 离我够故 智者若能性解此礼 应当称法而行 法体无迁 于生命才行谈舍诗 心无息息 达解三空 不已不着 但未去够 称化众生 而不取向 此为自行 负能力他 亦能庄严菩提之道 谈诗济耳 于武亦然 未除妄想 修行六度 而魔所行 是未称法行 说济言 外习诸愿内心无喘 心如墙 必可以入道 明佛心踪等无差物 行解相应明之约组 二种入中 第四门 安心法门 宗敬及正法眼葬 宰之 迷识人诸法 解识法诸人 解则时设色 弥则色设时 但有心分别计较 自身限量者 稀皆是梦 若时心寂灭 无移动念处 是明正觉 问 云和自心限量 答 见一切法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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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心计作有 见一切法无 无 自不无 自心计作无 乃至一切法 亦如是 并是自心计作有 自心计作无 又若人造一切罪 自见己之法王 即的解脱 若从世上的解者 气力壮 从世中见法者 即处处不失念 从文字解者 气力弱 即是即法者 身从乳种种韵味 漂亮颠绝 吸不出法界 义不入法界 若以法界入法界 即是吃人 凡有所失味 中不出法界心 何以故 心体是法界故 问 世间人种种学问 云何不得道 答 由见己故不得道 己者我也 至人逢苦不忧 欲乐不喜 由不见己故 所以不知苦乐者 由往己故 得至虚无 己自上王 更有何物而不亡也 问 诸法济空 阿谁修道 答 有阿谁 须修道 若无阿谁 即不须修道 阿谁者亦我也 若无我者 逢物不生是非 是者我自是 而物非是也 非者我自非 而物非非也 即心无心 是未通达佛道 即物不起见 名为达道 逢物之达之其本源 此人会掩开 智者认物不认己 即无取舍为顺 愚者认己 不认物 即有取舍为顺 不见一物 名为见道 不行一物 名为行道 即一切处无处 即作处无作法 即是见佛 若见相识 即一切处见鬼 取相故堕地狱 观法故得解脱 若见一相分别 即受或汤卢探等事 现见生死相 若见法界性 即涅槃性 无意相分别 即是法界性 心是非色故非有 用而不非故非无 用而常空故非有 空而常用故非无 即说颂曰 心心心 难可寻 宽石便法界 宅也不容真 宅也不堵恶而身贤 宅不观善而情措 宅不舍质而尽予 宅不报名而旧物 达大道西过量 通佛心息出度 不与凡 不与凡圣统禅 超然明知约组 安心法门中 第五门悟性论 夫道者 以寄灭魏体 修者 以离香魏宗 故经云 寄灭是菩提 灭诸相故 佛者绝也 人有决心 的菩提道 故名为佛 经云 离一切诸相 及名诸佛 是知有相是无相之相 不可以眼见 唯可以致之 若闻此法者 深一面信心 此人已发大臣 乃超三界 三界者 贪嗔痴事 反贪嗔痴 未界定会 即名超三界 然贪嗔痴 亦无实性 但据众生而言已 能返照了了见 贪嗔痴 痴疯 即是佛性 贪嗔痴 外更无别有佛性 经云 诸佛从本来 常处于三独 常养于白发 尔臣于世尊 三独者 贪嗔痴也 言大臣最上臣者 皆菩萨所行之处也 摩索不臣 亦摩索臣 终日成为常臣 此为佛臣 经云 无臣为佛臣也 若人之六根不识五蕴假名 便体求之 必无定处 当之此人解佛语 经云 五蕴窟宅 世民禅愿 内照开解 及大臣们 不亦一切法 乃名为禅定 若勒此言者 行住坐卧皆是禅定 知心是空 名为见佛 何以故 十方诸佛皆已无心 不见于心 名为见佛 舍心不令 名大不失 离诸动定 名大坐禅 何以故 凡夫一向动 小臣一向定 未出过凡夫小臣之坐禅 名大坐禅 若坐此会者 一切诸相不离自解 一切诸并不至自差 此皆大禅定立 凡将心求法者谓谜 不将心求法者谓物 不着文字明解脱 不染六成明护法 初离生死明出家 不受后有明得道 不生妄想明涅槃 不处无名为大智慧 无烦恼处明斑涅槃 无相处明为彼岸 弥时有此案 务时无此案 何以故 为凡夫一向住此 若绝罪上臣者 心不住此 亦不住彼 故能离于此彼岸 若见彼岸亦于此案 此人之心已无禅定 烦恼明众生 悟解明菩提 亦不一不异 止革其迷雾耳 迷时有世间可出 务时无世间可出 平等法中 不见凡夫易于圣人 经云 平等法者 凡夫不能入 圣人不能行 平等法者 为大菩萨与诸佛如来行也 若见身易于死 动易于静 皆明不平等 不见烦恼易于涅槃 世明平等 何以故 烦恼与涅槃 同是一性空故 是以小成人望断烦恼 望入涅槃 为涅槃所致 菩萨之烦恼性空 即不离空 故常在涅槃 涅槃者 涅而不生 槃而不死 出离生死 明斑涅槃 心无趣来 即入涅槃 是知涅槃即是空心 诸佛入涅槃者 即是无妄想处 菩萨入道场者 即是无烦恼处 空闲处者 即是无贪嗔吃也 贪为欲戒 称为色戒 吃为无色戒 若一念心身 即入三戒 一念心灭 即出三戒 是知三戒生灭 万法有无 皆由一心 凡言一心者 四破瓦时竹目无情之物 若知心是假名无有实体 即知自计之心 亦是非有亦是非无 何以故 凡夫一向身心 明为有 小臣一向灭心 明为无 菩萨与佛 未曾身身心 未曾灭心 明为非有 非无 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明名为非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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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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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性